蘋果先生 光臨 重要的一個計畫 屏東夢想館又是 全臺灣唯一一個以夢想為 核心精神的館 所以我們彩色夜用我們的夢想行動跟我們的夢想館做結合 所以有了今天的標封女趨勢跟我們屏東的姐妹一起做對話 這樣的一場對話 我想大家都很興奮對不對 我們在外面已經興奮一場 進來還要興奮 但是我們的興奮是用對話 我想每個人生命裡面其實都有很多的障礙 很多的不得已 很多我們要面對解決的問題 我們常常說女人任性很強 會去解決所有我們要面對的問題 障礙 甚至社會對女性的期待 在我們身上其實也很多捆綁 那如何破除這些制約 我覺得每個女人身上都有很多的故事 但是我們今天只能邀請到四位姐妹 兩位高雄的姐妹 兩位我們屏東的姐妹一起來分享 那每個人可能身上要破除的制約可能是不同的 但是那個故事一定都非常精彩 那所以我們在開場之前 我們先請我們的大家長 雖然他年紀很輕 我們的副作跟大家勉勵一下 謝謝 謝謝建言老師 是我一直以來非常尊敬 也一直在學習的對象 然後也歡迎就是我們高雄的彪峰姐妹 姐妹們還有我們屏東的姐妹們 今天我們齊聚在這樣子的一個場合 其實剛剛建言老師說 我在應該是說我之前女性夢想館 是在我手中去做規劃 然後甚至去跟中央做簡報爭取 然後來為屏東縣的女性們 就確實是像建言老師剛剛講的 也是要打不過那個框架跟限制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小小的故事 請容許我花一點點小小的時間 當我在做女性夢想館的時候 我今天特別感動說 我們的這個一千歲的這一本書 是我們一位男性來幫我們寫的 你知道我在做那個女性夢想館的時候 我光是為了要那個圖案要做什麼 我的設計師是一個男性 然後我在跟他溝通 他設計出來一個版本給我的時候 他大概是用皮褲裡面去抓的 結果他就給了一個我什麼圖案呢 他給了我一個非常多的愛心泡泡 然後一個婦女抱著孩子 我沒有說婦女抱孩子不好 對那我一直問他說 這就是你對婦女的形象嗎 婦女就一定是要在家裡相夫教旨嗎 是就一定要超辭家務嗎 婦女不能去追求自己的夢想嗎 婦女不能展現自己的能力嗎 他聽一聽好我回去改 然後他就回去改 很有誠意回去改 他第二次改了什麼東西呢 他改了一個長髮飄飄穿著洋裝的女生 然後呢就是盪鞦韆盪在一個鞦韆 盪的飛的高高的 喔有進步 至少他把女性的形象 把他是盪鞦韆盪的飛的高高的 可是呢他還是充滿了粉紅色 我說我不是說粉紅色不好 我又這樣一次跟他溝通說 我不是說粉紅色不好喔 那他說可是女性不就是粉紅色 粉紅色就是女性的代表 我說哪一條法律規定是規定 女性只能粉紅色啊 我不能 我不能更開闊的顏色嗎 而且為什麼一定是要那種長髮飄飄 然後他就說徐小姐 我做你沒有很多錢耶 你給我的設計費沒有很多 我只能從涂庫裡面去 塗庫裡面去抓塗 我說可是你要我要的不是這個東西啊 誰說女生就只能粉紅色 誰說女生就只能拿鍋碗調粉 對吧 我就後來跟他講說 女生也可以當 有一個小故事 等一下如果有時間再分享 那時候我說女生也可以當工程師 女生也可以當太空人 女生的智力沒有比男生差 女生的行動力也沒有比男生差 是這個社會沒有給我們機會 是這個文化不鼓勵我們這麼做 我們現在要打破的就是那個制約 也許我們姊妹們開始思考說 這個社會家庭的教育 這個文化這個結構 期待婦女做什麼 可是這個都是社會制度所建構出來的 是加注在我們身上的那個形象 那這個形象我還是要強調沒有不好 可是有沒有給我們選擇性 我要講的是婦女有沒有足夠的機會 可以選擇她想要做的事情 我今天坦白講在這邊我覺得包含性別 包含性別 我的生理性別是這樣 可是包含性別我能不能去決定 其實這個社會我想應該是要再更開闊更包容的 然後後面那個小小的結尾 那個沒有拿我很多錢的設計師 她交了第三版買我收了 她說薛小姐我這次沒有用圖庫 我自己手繪 我繪了女生 她應該是在我們隔壁吧 三樓那邊我自己手繪 這是我的創作 我繪了就是她畫了一個女性是一個工程師 甚至於女性也可以做陶醉 她也女性可以做警察 女性可以做消防隊員 女性可以做醫師 女性可以上外太空 她畫了這個圖 我說可以 我一整面牆大幅輸出就放在我的牆上 那個對她畫了三位 我真的錢沒有給她很多 很抱歉 可是她非常有誠意 跟跟我們寫了創作的這本書的這個作者 是一模一樣的 她可以看到我們女性的潛力 她可以看到我們女性的無限的可能 而我們就是要追逐這個夢 我們要追逐這個可能性 再一次謝謝我們遠從高雄來的 由我們那個王總監這邊所帶領的 我們的標光女騎士 還有我們彩色業所有的工作夥伴 還有我們屏東的姐妹 再次歡迎你們來到這個場合 那我們一起夢想對話 謝謝副作 她在講的時候我就回想到 當初夢想館要設的時候 唯一有參與 我們兩個還討論很多遍 那時候我就覺得好期待 因為是全台灣唯一一個 到目前還是 那時候是第一個 到目前還是唯一一個 以夢想立民的一個館 屬於女人的專有的館 那我們今天邀請了四位女性 一起來跟我們對話 那他們每個人用十分鐘 雖然很短的時間 但是用十分鐘來分享 他們如何破除制約 可以讓我們分享他們的經驗 也從他們的經驗裡面得到一些啟發 那後面我們會互相對話 也歡迎大家針對他們的分享 可以給一點回應 或者有什麼疑問 看他們的勇氣跟能力是從哪裡來的 那第一位我要介紹的是 我們屏東申選委員會的委員 陳麗芸 麗芸揮揮手 然後我們要不要先上來 請上掌 我想我回上去 因為這樣會擋到厲害的情況 你在這邊就好 可以嗎 可以 這樣會擋到幾次 應該還好 不會擋到 那 那個申選委員會大家也知道 他其實是一個公共事務的參與 代表我們所有生臟女性 在裡面維護我們婦女的權益 所以其實他有很多的時候 是要出來替我們說話 我們熱烈掌聲歡迎 那第二位是障害媽媽 就是說雖然我們有障害 但是我的母子角色的扮演 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歡迎林貴金 那接下來是我們高雄來的姐妹 那我們彩色葉的 顏家純 顏家純 家純 葛灰灰灑 那家純 家純 我們 聽到露外 促臺王 他參與非常多次 然後他眼睛有一點障礙 那你知道騎車 尤其天黑了 那個視線會受阻 所以要參與這樣的行動 其實也要經過一些心理障礙的克服 那他會跟我們分享他如何克服這些心理障礙 但是他是我們標封女騎士的第一輛 我們都騎二輪 只有他騎三輪 比我們多一個輪 四輪 我看你們的是三輪 結果他的是四輪 比我們多兩輪 而且他每次都當領隊 那非常的精彩 那其實很多婦女要參加我們環島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憂慮 那必修常常變成我們的標竿 很多人看到他說 他都可以參加了 那我好像也可以 就沒有那麼害怕跟擔心 那我們介紹了他們四位之後 我們先請立委 那其他人就在台下 還是最後對話才上台 好不好 那我們就先請立委 你可以來中間 那個 這裡面要提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女性常常退居第二位 對不對 我們從小人就說什麼 十個人說話 祖人 常常 女人不能太疼她 所以我們到了現在 要破除制約的第一個就是 我很重要 我很棒 我很了不起 對不對 那你看我們還可以為婦女爭取權利 所以一定要來中間 讓所有人都看到你 好嗎 所以我怕 我太搶鏡頭 各位姐妹 各位弟兄 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我們有這個機會來跟高雄的彪峰女席室這邊 一起來面對面 來分享一些自己的事情 我們可以回答第一頁嗎 第一頁 對對對 我是今天的分享人 我叫莉雲 陳莉雲 美麗的彪 白雲的雲 我都會介紹說 我是一朵美麗的白雲 對 好 然後這以下的是我的故事 來 好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我的障礙程度 我是小兒麻痺 那小兒麻痺就是病毒引起的 就是病毒感染 然後損傷到中樞神經 還有一些運動神經源 所以造成的 那這個我要跟大家講 小兒麻痺是後天的 很多人都說先天不對 是後天的 我們是後天的 所以我們生下來的孩子不會受影響 那我是小兒麻痺重度的障礙 在我出生十個月大的時候 就感染這個小兒麻痺 然後一開始的時候是 出生十個月 因為我們很多人當過媽媽都知道 那個時候小朋友在幹嘛 學 剛要學走路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 我都還沒有會走路 就已經感染到小兒麻痺 所以剛開始的時候還蠻嚴重的 就是像癱瘓一樣 癱在床上 吃飯什麼 幹嘛 都要家人協助 那後來開始慢慢的就會翻身 然後坐起 我到五歲的時候才會開始爬 但是我就是一直到五歲 所以能夠爬 這是我的極致 已經沒有辦法再更好了 因為一些中樞神經已經都被死傷 所以沒有辦法再更好這樣 那我二十歲之前都在地上爬 都在家裡 然後出去外面都是家人杯 然後二十歲之後我才有輪椅坐 下一頁 那我目前的身體狀況就是 我的腳萎縮沒有力 我沒有完全沒有辦法站起來 我要到椅子上 我必須用挪位 我要上床 我必須挪位 要靠著我的手 然後我要上廁所 我也必須靠挪位 所以如果廁所的距離 如果太遠 我可能就會掉下去 然後我的雙手也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舉很久 就是然後目前的狀況也是 有些重物 我的手沒有辦法去抓我 這是我裝手 然後我的脊椎側 我沒有辦法久坐 如果坐太久 我就會腰痠背痛 然後屁股痛 因為整個重量 都是壓在屁股上面 那我的生活 我的生活出路就是依賴輔具 那輔具就是 這個是我的雙腳 目前是我的雙腳 這個是我的雙腳 我去到哪裡 我就要帶著它 所以我操作很靈活 我可以鑽來鑽去 那另外我的一個輔具 就是來下一頁 點一下 這是我的另外一台 輪椅直上市的機車 我可以這樣子 從那個斜坡直接上去 然後我的輪椅 這台輪椅直接上去 然後我就可以騎 我可以飆到高雄 沒有飆到我騎車很棒 我騎車真的不是那麼快 因為手沒有力 我沒有辦法騎太久 好了來請下一頁 那我因為身體障礙的緣故 也因為環境沒有 像目前以前 小時候沒有目前那麼方便 所以我10歲才開始讀小學 然後到了38歲才高中畢業 所以不要以為我是留級 我是中間間端 然後下一頁 好那我們因為身心障礙要求職 真的很不方便 而且我那時候就是必須靠輪椅 很多地方都是沒有 就是有障礙的 所以我要去哪裡應徵工作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的每一個工作 我都很認真 然後很努力的在 每在一個崗位上面 都是老闆所器重的 因為我們真的是很有能力的 那後來我就在 最後一個工作是在美學科技大學 當技工退休 到現在已經快已經八年了 哇很快 好請下一頁 那我的家庭狀況 這是我的帥老公跟我的帥兒子 還有美麗的媽媽對不對 對 來下一頁 然後我想跟大家一樣 跟每一個人都一樣 我小時候有許多的夢想 我想要當老師 當畫家當作家 我想要環遊世界 然後我很喜歡冒險 因為我覺得去探索一不一樣的東西 讓我很有 就是那種感覺很新奇這樣 然後我也想要成為有一個有影響力的人 但是因為各種因素 我只能夠想一想 我不敢動 因為我覺得 我好像很多條件都沒有 然後我又 我出去外面都是障礙 那我要做什麼 我怎麼根本辦不到 然後後來呢 忙著求生存 就是求職啊 工作啊 然後照顧家庭 我就忘了夢想這件事情 在我差不多當了媽媽之後 一直就是差不多 就是一直是單純的職業婦女 就是家庭工作 然後最多就是去教會這樣而已 好 然後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啊 當孩子慢慢成年之後 我很想做一件事就是 我知道我很想做一件事 就是一個人去旅行 因為我生理的障礙 還有環境的障礙 我不管去哪裡 我都需要家人陪伴 然後都需要依照著別人的計畫 我想要在這邊多停 有一會兒他們說不行 我們要走了 我想要趕快我要下一個點 他們說不行 這邊很漂亮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我要照自己的做 怎麼那麼難啊 可以幫我點連結嗎 不行喔 那就直接點影片好了 點那個自播 這以下是我一個 覺醒突破的一個過程 有一個有一個是 這個要有一個有音樂的 有一個PBST 阿密 麥克朗 ス福 我試過 有個案子 我 Ener可能 我想这是很多障碍父母 女性的一个考量的问题 我爱你 因为你喜欢我的梦想起 我爱你 因为你喜欢我的梦想起 我爱你 我爱你 这个是我的战车 我感觉很孤独 在心底会慢慢的陪伤 是同样的 我感觉很孤独 像中发心的被淡露 你 卻還是不累 為什麼 心中我的意願 我不想再哭泣一頭 把我的手交給你再留下 只以為我有你 我 我這次一�� 只要你 回落 總之也是 我現在看到 你的晚上 你的晚上 也是他的他的 是沒有什麼 你們會見 那麼IGH assumption 所以會陪復 我愛你 我愛你 沒用之法 難度過我愛 永遠離開 永遠離開 We see Oh 我的愛 I am holding my heart I am holding my heart OK 所以這是我一個人去旅行的紀錄 然後因為這一次的冒險成功 所以我又去實現了我第二個想做的事情 就是去玩飛行傘 因為我到屏東第一件事就是看到飛行傘在天上飛 我就覺得那飛在天空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就很想要 但是我一直想是不可能 因為飛行傘 你們有看過飛行傘是怎麼飛嗎 好 來 我們看地 好 第一個影片 一般的飛行傘要飛就是要有助跑 對 你那個順著風 那個逆著風本來是怎麼回 我也搞不清楚 那就是要跑跑跑跑跑 然後衝下去然後就傘就飛起來了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所以你想想看我的腳不能動 那我就想用我的想法 我就覺得不可能 對 不可能 所以我一直把這個事情放在裡面 好 這樣沾停 好 然後如果但是 其實也有那個教練會帶著 就是帶人飛 對 帶飛的 好 你看第二個 教練帶飛的話就是把人背在前面 但是那個人也要一起跑 他也是順著風 他也是跟著教練要一起跑 這樣才能夠飛得起來 不然教練會很持重 吃力 對 好 那這樣就飛起來了 對 那我就其實 我很想要飛 但是我一直想說我不能 我的腳不行 所以我一直放著 但是因為前面的那個經驗 我一個人去墾丁冒險的經驗 那我知道說 我也許可以試試看 於是我就自己去聯絡教練 我問他說可不可以帶我飛 他說好啊 好 你來啊 所以我們就這樣來 這是我 我坐在地上 他開始幫我 穿那個裝備 然後那個教練不是一對一 是多對一 好幾個人來幫我 來服侍我 好 你看這樣把我提起來 然後要提到那個 飛行傘的教練那邊去 要扛珠喔 哈哈哈哈 太聽了 太聽了 很危險 其實我有去高盛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我如果沒有去一次 我會覺得 去試一次 我會覺得很遺憾 好這樣對 就這樣飛上來 其實他沒有飛得很高 我就覺得不過癮 好 來 好 來 好 讓我們回到 然後因為這些經驗 讓我開始 我勇敢的去挑戰各樣的 這個是婚紗走秀 還有這個話劇表演 有沒有看到很可愛的 然後這是輪椅舞蹈 然後這是學習帶領團體 好 我覺得在這些過程當中 還有我也擔任這些角色 那在不同的領域當中 不同的角色當中 我學習到很多 也許每一個角色 我不一定都能夠做得很好 但是我覺得 在我裡面學習到的 我可能成為我下一個階段的幫助 我是很喜歡跟人家說挑戰不是為了要證明什麼 因為我們本身就是一個 你站出來就是一個證明 而挑戰就是為了要發覺更寬廣的 無限可能的自己 當你 當你跨出第一步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路已經開了 然後當你多嘗試的時候 你也會知道 你也發現機會就來了 所以呢 我就想夢想跟 按一下 年齡不是問題 因為我現在快60了 我覺得我還有很多的可能 然後身高不是距離 因為我們是說 我們是120公分 可是我覺得這個沒有問題 不是距離 然後體重也不是壓力 體重是我們的健康 你可以趁你還可以動 不管我們是不是 健康的或者是不健康的 我們都是可以做 可以去實現夢想的 然後再來一個 好金錢不是必須 對啊我現在已經退休好幾年 我也沒有收入 可是我覺得夢想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 好分享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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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不是沒有能力 只是欠缺機會 有時候機會是自己要給的 麗雲都可以給自己這樣的機會 開創這麼寬廣的生命 所以我想以後我們碰到任何事 都要記得麗雲跟我們說 冒險不是為了證明自己 而是為了讓自己變得更寬廣 我們謝謝麗雲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貴金 來跟我們分享他如何突破制約 你一起上來 要跟著我 那你一起上來 錯 我關掉 可以幫他坐著嗎 不好意思我兒子一定要上台秀一下 謝謝 大家這個姊姊妹妹大家好 我叫林貴金 那我今年40歲 我有兩個小孩子 對 那 好安喔 好安喔 對 我本身啊 我是一個髖關節發育不良症候群的患者 那我從小他真的 我就是肢障陪著我長大的 他陪伴我長大 那不知道說大家對 身杖這個的印象這個定義是什麼 你們可以在現在心裡問問自己 身杖是什麼 他是對我來講 他是陪伴我長大的一個陪伴者 然後因為我從小啊 我的標記就是 我就是身杖 我就有很多的困擾 那我就會被身邊的親友啊 邊緣化 就跟我說 欸這個你沒辦法做 這個是你沒辦法完成的事情 就都被制約住了 我都被框架住了 可是 我很不認輸 我為了證明說 我不是你們口中講的 我沒有辦法 是你們告訴我我沒有辦法的喔 那我就要證明我自己 所以我我就很努力去豐富我自己的學識 我拼命往我自己的肚子塞墨水 所以我現在才會這麼的黑 因為我一直塞墨水 不過我跟以前比起來已經擺很多了 因為我慢慢還給老師了 對 所以我擺了我還回去了 請下一頁謝謝 但是 因為我雖然我很努力在突破自己 可是比起來還是有無能為力的地方 我記得以前我曾經跟一個男生交往 那對方的長輩啊 因為看到我的狀況 他要求我 要在他們家的心靈那邊 擺三個聖筊 要三個聖筊 同意了 我才可以跟他兒子繼續交往喔 我當時聽到這個事情 我的反應就是 我直接先跟他分手 我不用你來跟我分手 對 我先跟你分手 而且我現在 我有一個很幸福的家庭 我跟我老公認識三天就結婚了 對三天喔 那結婚到現在已經六年了 我過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非常非常的美滿 事實證明啊 我丟包那個男生是正確的 對 誰說我們身上者就沒有選擇的權利對不對 我們一定有選擇的權利啊 我們跟正常人一樣喔 這個過程中啊 這個過程中啊 相信自己真的很重要 我小時候 一直被我 被我自己的家人跟我講說 以後只要人肯娶我 我就要偷笑了 真的我自己的親友都這樣告訴我 然後跟我說 我沒有選擇對象的權利 但是其實因為我五歲的時候啊 我就沒有爸爸媽媽 所以我的心裡就會特別特別的渴望 我要被愛 我特別渴望有一個家 所以我就會想辦法 我就創造了屬於我自己的吸引力法則 我讓自己充滿自信 對 我讓自己魅力美麗 然後我也讓自己很呱躁 吵到你們沒有注意到我都不信喔 你們會一直注意到我 所以我的賴的 我那個賴的暱稱我叫恩恩 有沒有覺得你們在跟人家揮話 很常打到恩恩 然後讓你們連大號恩恩的時候都要想到我 我就是要這樣刷存在感 對 因為身上對我來講不是止入 我要一直秀出來 讓我們知道我在哪裡 讓我們都無時無刻 我像背後人跟著你們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過程中啊 就是一個意念支撐著我 要相信自己是可以的 你要有這個意念去堅定自己 那也因為我相信自己可以啊 所以我其實在人生中不同的階段 我嘗到很多碩果 我在求學階段 我可以當選模範生 讓當時的市長吳敦義頒獎給我 我也可以在去讀書的時候 我去教室 我就看到一大堆同學排隊 等著要請教我問問題 對 然後我也可以讓我老公 三天就折服在我的石榴群下 娶我 對 這些都是我相信我自己 我不會因為我是生長者 就貶低了我自己 對 那接下來我們結婚後啊 我們很順利的生了兩個小孩子 我要順帶一提 其實我是被醫生告知 我幾乎不可能懷孕 結果沒想到這麼的命中注定 跟我老公三天就結婚 一個禮拜後我就懷孕 我其實以前一段婚姻 我整整十年都沒有懷孕 也沒有避孕耶 所以這個真的好像就是命中注定 真的就是這樣 那再來我們懷孕 懷孕的時候會加速我身體的不舒服 我的脊椎側彎更嚴重 那我的手麻腳麻 一大堆問題都一直出來 我們對有障礙的媽媽來講 最擔心的其實就是 怕小孩子會遺傳 遺傳到我們的障礙別 那所幸我兩個小孩子出生沒有 我有帶他們去救醫警察沒有 可是我的一個人生中 一個大挑戰出現了 就是我兒子 我手上現在跟著我這個兒子 他有先天性染色體異常的問題 他現在他的外觀外型是一個男生 但是其實他身上有60%的男生基因 40%的女生基因 他的狀況就是 他以後他會有子宮 會有月經 會有軟巢 然後他不孕 然後以後他的身高 會落在140公分左右 這個也是我人生中一個大挑戰 那因為我自己以前走過這樣的路 我很擔心他以後會沒有辦法面對自己的狀況 所以我就想辦法 我運用了他 從小他立志要當警察 我就運用他當警察這個志願 我來引導他 我跟他說 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警察喔 要當警察的人 他必須很聰明 很正義 他不怕面對挑戰 他敢接受任何困難的任務 那你想不想當警察 他說我想 你看他去哪裡都要帶著這台破例警察的車子 對 他就跟我說 媽媽 我不怕 我是 我有好大好大的聰明 我是一個勇敢的警察 我可以接受挑戰任務 天將將大任於私人也啊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個勝仗者 我就是因為我通過了中間的苦其心智 老其筋骨 惡其體肤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站在 坐在這邊 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我還記得有一個作者 他叫謝哲清 不好意思 對 那個謝哲清那邊 謝謝 他其實有一個 行走的百科全書的稱號 但是其實他有閱讀障礙 然後他有先天性的難癒症 可是他現在卻是一個民主持人 就是因為他 他不願意讓自己被制約住 因為他沒有讀寫障礙的問題 他就一直去讀一直讀 沒想到他現在有這麼大的成就 他也突破了自己的疾病 他破解而出 完成了他自己地下的夢想 我們都常常說 有夢最美 為什麼做夢不好呢 我們喜歡做夢 我們做夢 有夢 我們就有慾望嘛 那我們有了慾望 我們就會有行動力 就像高雄的姐姐們 你們就有行動力 對不對 你們的LOGO 口號 我們就是要突破 要出發 那因為我自己的狀況啊 我也不願意自己制約住 那我就會給自己一些夢想 那我也去完成它 因為我的腳是先天性 不對 不是先天性 我忘記講 我的腳 我其實是出生的時候 因為醫生拉扯不當 造成我的髖關節脫臼了 但是 其實以前那個時候 我只要穿一個禮拜的腳症袋 就可以恢復 但是以前的醫療資源 沒那麼發達 所以然後加上家人以為 我是先天性的長短腳 就會也變成我現在 我連開刀都沒有辦法開得窘境的問題 可是我也沒有因此放棄 我去 我的腳的狀況 我不受限制 我去做了我的增高鞋 增高鞋它可以把我舒緩 對 那以前有位就會說 我的腳 我就是真的沒辦法走久 那我就會聊Gate Box什麼的 一下子我就走不久 然後我也站不久 我也跑不動 就很多問題 那我就會讓自己有一些 想方法去處理它 像我的腳的狀況 我就做了增高鞋 那我以前很想要到處走走看看 那怎麼走 我又痛 我就帶著摺疊椅 我想休息 我就休息 對 我不用讓自己的腳步 那麼的急促 我這樣也可以看看世界 我帶著摺疊椅 穿著我的增高鞋 那我也很希望讓自己 可以多多認識朋友 所以我會盡量讓自己參加 要活動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有貢獻 我記得我有一個朋友 他跟我說 欸貴精 我覺得啊 你是身上 身上界裡面的精英 我說 我當時很開心 我終於也可以精英 那我真的要感謝上天給我這個大任 我把這個精英 我把這個大任 我把這個殘障看成是大任 也因為這個身上 我才能變成精英 對嗎 所以我今天說 哇我好開心喔 我竟然是精英 上帝 他關了我一算穿 他讓我有這樣的問題 而且很扼玩的是 錯過了防禁治療期 可是他開了我另外一個大門 他讓我變成精英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賺到的 所以我現在才可以站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對不對 那在開頭的時候 我有問大家說 不知道大家對身上的定義是什麼 在我小時候啊 身上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殘缺 他就是一個不正常的人 因為我常常被指指點點 甚至我從一直小學 一直到我大專 還有人在我面前笑我 以前有一次我去青年夜市光街 那時候我才剛踏進去 就有三男三女把我圍住 就學我走路 然後就一直笑我 叫我滾出去 不要出來丟人現眼 我當時其實真的也很傷心很難過 可是我就是我不願意 我不認輸 我才會一直努力的奮鬥到現在 身上以前對我來講 他就是一個不正常缺陷的 但是我現在認為 我的不完美就是我的完美啊 有誰是十全十美的 對不對 就成為我剛剛講的 身上是從陪伴我 因為他不會消失 所以起頭有 他現在陪著我Andy 因為他是我的最完美的地方 我呈現給大家看 這就是我的完美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很感動對不對 個子小小 可是有沒有很強的 Power 那我想 他最後告訴我們 有夢就要有行動力 對不對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很棒的展現 我覺得他其實最大的深刻就是不認輸 對不對 我的障礙不是 當障礙不再是障礙的時候 相信自己是最有力量的 我們真的太棒了 我們也可以丟棄人家的 來 給他掌聲 謝謝 你可以下台了 我要繼續講 來跟大家揮揮手 謝謝 警察要下台了 好 那謝謝貴金 您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介紹 我們高雄的姐妹 那 家淳 顏家淳 他是我們 採色業專線的志工 那也在我們採色業其實也 貢獻了很多年 那參與我們歐巴桑條 歐巴桑台灣 對他來講也不是那麼容易 除了身為女性的母子角色的限制之外 那當我們身體上有一些不足的時候 其實也會在心裡造成一些障礙 那他如果帶著這些障礙去完成他的夢想 而且他還帶著另外一個人的夢想一起去完成 我們歡迎家淳 謝謝 各位姐妹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家淳 我姓妍叫顏家淳 跟各位姐妹一樣其實每個人可能一輩子都有一個夢想 那其實我的夢想非常簡單 其實我從小的夢想就是 我以後要考試專要當國小老師 我不要當國中老師 因為孩子大了好像不是那麼好愛 可是呢 天不從人願 我是53年自我屬龍 我們那一屆的考試呢 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學生 所以他的那個錄取率相對相對會比較低 因為分數要高嗎 那我我失去了這一次的機會之後 其實我很快 我很快就告訴我自己 我要有另外一個夢想 那我的夢想就是我要當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我每次講到這個事的時候 我同學都會笑說 你能不能說一點比較實際的 我說 我說其實就是家庭全職的家庭主婦 不是那麼簡單的耶 那其實是我夢魅力的 其實我的原生家庭 我的媽媽 她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我覺得她把我們帶得非常好 我覺得這是一件不容易的工作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 可是呢 因為這是像說 你收拾的這樣吧 就是你 其實我畢業一年之後我就結婚 那結婚之後 我進入那個家庭 我才發現 天啊 跟我想的真的是太不一樣了 因為我其實我一進去那個家 我就被要求要改名字 為什麼要改名字 因為我的名字有一個字 跟我的小姑是重點的 他說這不合規定 但是我不要 我說我為什麼要改名字 名字是我爸爸媽媽取的 我為什麼要改名字 其實我回絕了我公公 我知道他很不開心 我說其他事情我都可以接受 但是唯獨我不要改名字 然後我就真的是做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 就是每天就是 因為我是個小姑公公 我沒有婆婆 那後來我就一個孩子兩個孩子 三個孩子 我的夢想就是生四個孩子兩男兩女 所以我就 我就是其實我就是身體無大字 我只想要一個安穩的環境 一個生活這樣子 但是其實有很多的一個狀態之下 是不被我允許的 有一天 就是我弟他跟我借錢 那我就去匯錢給他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很非常安分 在我的所謂的我的工作上 我被我被證偽的我的工作上 然後我要去寫字的時候 以前那個沒有像現在 就是直接用手機 就你要去林匯要寫字 我寫第一章的時候 我就發現我寫 因為我老公姓洪 但我居然寫洪 我又沒有官夫姓 我幹嘛寫洪 然後我就弄掉 我在寫第二章的時候 我還是寫錯 我就覺得我是怎樣 我是被 我是已經被框架住 我就是洪什麼洪什麼 後來我就想 對啊 我從結婚之後鄰居都叫我 洪太太 洪媽媽 去學校老師也叫洪媽媽 要不然就會叫我說 我老公叫春福 他說春福的老婆 然後我公公叫做洪十四 他說三岸先步 然後其實我 我都沒有意識到這些狀況 但是在這種隱形的枯萎當中 這種社會的框架 他寫著是已經把我蓋住了 但我沒有自覺 我是那一天 其實其實這個狀況 我曾經跟我的小孩討論過 我們就是有時候會聊天 我說 媽媽那時候怎麼會這個樣子 我怎麼會把自己 自己一直認為我是洪什麼洪什麼 我明明叫嚴家楚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說我不嫌這樣子 因為我發現 我的 我的人格 我的意識 我的其實 我覺得我全部被埋沒掉了 甚至於我已經忘記 我真的叫什麼名字 因為太久沒有人叫我名字了 全部都是自己的代名詞在稱呼我 然後我就說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第一 我這件事情發生了隔天 我就跟我的鄰居講說 因為其實我也叫他某某太太 說真的 我們不會叫名字 那我就問他說 說我搬來這邊這麼多年了 我都不知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主動出擊我去問他 他說他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什麼名字 那以後我可以叫你名字嗎 那我們以後叫名字 我們會跟他進去你這樣子 他說好 然後我就跟我隔壁的那個阿嬤 那個阿公那個阿姨那個阿桑 我們只要有在互動 就說阿姨我說 你如果叫我名字好 我叫什麼名字 你不要叫我孫婦的母 叫孫婦 你如果在外面叫孫婦的母 每個窩頭要怎樣就對了 然後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叫我名字 你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一定要讓人家重新認識我 你要用我的名字來認識我 而不是用這個代號來認識我 我覺得這一點對我來講很重要 但是我們那種家庭的氛圍 我還是在家裡面帶孩子 什麼事也不能做 其實我都不會騎摩托車 我連腳踏車都不會 其實我現在不太會騎腳踏車 因為腳踏車的平衡感要更好 所以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我只要把我自己守住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會做什麼事情 因為其實我有很多夢想 但是我的夢想就在這種社會的框架上 我其實是已經被淹沒了 因為以前我跟老公說 我結婚之後我要做什麼做什麼做什麼 大家都說好 然後通通都沒有 因為沒辦法 你每天才你有眼降處罩 就把你全部給淹沒掉了 但是在於那種情況之下 我依然好好的扮演好我的角色 我可以做好嗎 我可以做好幸福 但是有很多事情 我是沒有辦法去接受 我還是會反擊就對了 我不會去用很激烈的動作去反擊 但是我不會照著他們的去做 就譬如說他們叫我說 小姑不能叫 我不能叫我名字 要叫什麼二個三個萬個 我就覺得好難樂你知道嗎 但是公公在現場我會叫 他不在現場我就不做了 這也是一種方式 我們就是去減少衝突這樣子 那我其實我認識彩色葉是在民國103年 那時候 對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我進到那個 以前是在我們那個婦女館 我一進去 他真的就吸引到我 然後那時候好像我們的夢想行動 好像已經到接近尾聲了 然後就在展示一些 他們一些夢想行動前面的一些作品 我就發現 天啊 就是單單只想唱好一首歌 都是他的夢想 所以其實夢想是不分大小的 然後我就開始想著說 我從小到大我到底有什麼夢想 其實我夢想很多 我不單單只要做一個家庭主婦 有很多很多的夢想 然後我就 其實我就一一想我該怎麼做 我要從什麼事情開始做 那其實我都要去執行 去執行一下 譬如說可能我自己一個人 我自己一個人去 我搭火車 然後我一個 我可以趕一個人睡覺 然後我一個人搭火車 然後回台北 然後我不告訴我的家人 但是我自己一個人去台北 晃一圈之後有沒有 我再從台北 我再搭火車回來這樣子 然後住一天晚上 然後不是住飯店 是住那種比較便宜的 其實我有一個是要訓練我的膽子 因為我的膽子真的不是很大 所以那時候我就覺得 一件事情你完成就是你完成一個夢想 然後一定要去執行 一定要去行動 那104年我聽到彩色葉說要做一個那個夢想行動 就是要騎摩托車到台灣 我就馬上報名 我說我一定要去 這個是一次的機會 非常好的機會 因為騎摩托車環島其實也是我的夢想 但我什麼都不會 當然是找我老公說要我們一起騎摩托環島 可是這種說著說著一下子就不見了 你沒有去做 然後孩子一個兩個一個一直出來 就一直就被 就完全沒有被執行 然後我就跟老師講說我要報名我要報名 但是我只有騎50的 我的車數只有其實20到30而已 我不太會騎 因為我眼睛不好 其實我蠻緊張的 但是我現在看不太清楚你們 就是我就覺得 喔還好還好這樣子 有人說我把他們當細胞 我說實在是有點難 對對 然後我開始參加這個活動的時候 我就告訴自己 我不能造成人家的負擔 所以其實我會有自己一個人去練習 我曾經我一個人去那個 一個人去澄清虎的 那澄清虎的他這樣子繞繞繞繞 我把他當成山路 山路再繞 因為那個我一個人可以做 他沒有危險性 那如果說要出去其他的地方 我可能會找必修姐 阿他們我們一起去做這樣子 澄清虎就真的就像你在繞山路一樣 你就這樣子繞 裡面繞外面繞 原山路那邊這樣子繞 就笑的 就一直繞一直繞 他其實是在訓練我的車速 車速跟我的一個臨場感 因為我其實不太會左轉右轉 我不是很利落 所以我希望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把它做好之後 然後跟著大家一起去環島 那天環島我第一天 第一次就像我們今天的出發醫師這樣子 其實是很激動 而且我把我50的把他拷害掉 我去買了一台100的 因為125太重我簽不動 然後我買了車子之後 我的安全帽是新的 我的外套是新的 我的布鞋是新的 我的雨鞋是新的 全部都是新的 我覺得我好像要重新出發一樣 我很開心 很開心 然後真的也是很謝謝老師他們跟協會 他其實安排我跟在前面 跟在車隊前面 因為我如果差後面 我如果距離拉長的話 會影響車隊的一個前進 所以我整個一個過程當中 我完全沉浸在享受被照顧的感覺 以前都是我在照顧人家 但是他們都知道我眼睛不好 就會說 我跟你講我晚上的時候 我之前就第一次起我一個姊妹 天色暗了 他就打 他在我後面那一個 他就圓圓 他就打了那個遠燈 我說不行 打遠燈會影響到人家的那個 他說沒有關係 你的安全最重要 對 所以其實我也蠻感動的 然後第二年的時候 又有一個姊妹 他在我前面 他跟說 教主 我跟你講 我從昨天就開始測試一直測試 這個反光條要貼在哪裡 你那個燈照下去才會清楚 最好的位置就是在擋你一般的地方 我說 天啊 怎麼會有這樣子的 怎麼會這樣子的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關注到我 其實我很享受那種被照顧的感覺 他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真的非常的美好 對 那環島我就這樣 我就跟著彩色葉 就是104、105 106年沒有去 107年了 我就坐了10天 必修姐帶著我們 帶著我們10天這樣 真的環島一週 然後老師說你們長大了 要自己去規劃 所以我們全部就有大家這樣子 大家同心協力一起去規劃 在這10天裡內 我的車數有沒有曾經騎到80 我曾經騎到80 我自己不知道我騎到80 是那個必修姐的老公大哥 他告訴我說 你知道你剛剛騎多少嗎 你騎80 我說我真的騎80 他說對 這是一種突破 這是一種突破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我都覺得我每個人都一樣 不管是你在歷經任何事情 很重要的一點 你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心 你要相信自己 自己永遠都是最大的力量 哪怕別人不給你支持 像有些警員說 你們都是安慰 那大家都支持你 我說沒有 我說其實我都覺得說 自己的力量是一個最大的力量 所以我在最後一次起環島的時候 我就帶著我老公 跟著我一起去環島 放在哪裡 放在這裡 對 因為我們曾經說過要一起去環島 但是他99年他就離開我了 所以當彩色燕能夠幫我完成這個夢想的時候 我真的非常感謝 所以我一直覺得這是 真的碰到他們 真的是我這輩子 這輩子最開心的一件事情 也非常謝謝金燕老師 謝謝陳色燕能夠陪我完成這麼大的一個夢想 謝謝 那是另外一種不同的感動 就是說 雖然我們沒有像姐妹們肢體這樣大的障礙 但是我們在社會期待對女人的框架之下 其實我們都會被那個角色限制住 那個嫌妻兩母好大的制約 讓女人其實就把自己很多很多的夢想放在床底下 藏起來了 那可是嘉純其實他有提醒的起 大家有沒有發現 雖然有這麼大的制約 可是他用溫和的對抗 我沒有強力去對抗 可是用很溫和的不合作主義 溫和的對抗 但是還是維持住自己內心對自己的那一份期待 所以他最後說相信自己是最大的力量 當我們自己如果都不能做自己最大的後盾 其實別人的力量是很忙進來的 所以我們一起給他掌聲 好嗎 謝謝大家 我相信就是指定大家就是不管你在任何一個年紀 我們都活出最好的一個樣貌 對 其實女人不是像人家講的是弱者 對 所以對 跟大家一起勉勵 其實我覺得這故事裡面還有一個最美的 叫姊妹琴 就是女人之間特殊的 那參與團體其實就有這個好處 那他因為參與了彩色葉 然後跟彩色葉很多的姊妹連結 所以享受被照顧的感動 那我想我們屏東有夢想館 那也期待屏東的姊妹也可以 透過參與夢想館的過程裡面 而享受到被照顧 而且相知的姊妹情 那謝謝嘉純 那最後我們要歡迎畢修 畢修常常是我們最佳的領伴 那他本身也是個社工 他也服務別人 那我們來聽他的故事 謝謝大家 信堂的 還有各位幾名 好 我是 我這樣子就好了 我是畢修 然後 然後 陳如剛才立雲說的年齡不是問題 我今年 68 歲 然後我開始騎機車到外居大概是 60 歲的時候開始 那我真正能夠依照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的夢想是 53 歲 那其實因為我從小是在台南七谷鄉下長大的 所以在那種跟田野維舞著那種環境 其實我是比較好動 比較外向的 可是家長都會說 思想那 army 不要跑步走 不要穿揚帶就要回來 他就會卸字 所以那時候我會很不舒服 雖然我不太 那時候小孩子我覺得 我應該不算怕女席的 我會說這樣 所以我都我自己心裡會說 好 下輩子我一定要當男生 然後到了大概我小學的時候 我是後來才受到 我是在大概小五那個時候 因為骨癌 所以又過了節肢 那之後就很不方便 那因為用一隻也是會很不舒服 所以我就一直用懷彈 那這個當然會受到很多人用的探訪 譬如說你出外就 很多人就會用異樣的眼光看我 我時候小朋友會說 媽媽媽媽媽你看那個人找了一隻腳 然後我就說我的腳放在家裡 很像 對 對 對 好 那所以我會覺得說 尤其那個時候本來這樣對女孩子不一樣 然後他們就認為說 已經這樣不方便了 其實我父母不太喜歡我的外出 所以他們覺得說 像這樣子你出去別人知道 他們會覺得蠻沒有面子的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告訴我自己 我長大以後一定不可以輸給別人 不要讓我的爸媽沒有面子 好 那到後來去工作 很如大家都知道 聲音當然只是上海工作都不容易 尤其一開始我都拿著白板 那時候還沒有裝一隻 可是就是因為都一直碰壁 後來朋友就說 你乾脆去往一隻中間 而且可能至少在外表大家看起來 會比較願意接受 那我覺得 因為在我後來中央醫師 有時候去坐計程車 他們都說 你是想我毛病喔 我就說 對 我覺得不用多做解釋 那我覺得很幸運的是 後來我考進去銀行了 那在工作比較穩定之後 我就覺得說 我應該可以都會社會服務 所以那時候我就去參加高雄市的 直擊障礙協會 商城服務協會去當志工 好 那就這樣子接觸到社會機構 那為什麼我說 我53歲開始在我的志願 因為我就一直想說 因為那時候我會覺得 社會機構的活動力還蠻高的 我就想說 以後會說 我要我要到社會機構去工作 這樣子 當我退休以後 我沒有經濟壓力 我應該是一個比較穩定的人手 那正好在我53歲那時候 銀行都在大合幣 我就趁那個時候就退休 那在之前我就去練社會工 所以 就是那個時候就轉到社會機構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那為了工作 那為了我自己想多充實自己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想說 我要自己學騎車 要不然我工作的時候其實都是我先生接受 那他也認為做人家的太太不要亂跑 每次下班就是要回一些海 然後他去接我 因為其實在英海有時候會加班很晚 那他就會等得不太耐煩 我就出貨 我就沒有去外對不對 然後我回來之後他就出去了 因為他很安心 太太已經回到家了 那 因為這樣長久他可能自己 你也會覺得有一點 就是有一點嫌反了吧 因為好像我覺得我的事情還滿多了 有誰要幹嘛 所以後來我就說因為工作還有那個需要 我就去學騎機車 那機車大概也都是因為工作上的需要 或者要去上課 所以 你那個時候都是在高雄市裡面 大概對於你知道北志剛山南志小島 這樣而已 那假日的時候其實也不會想說 要騎機車去哪裡玩 好像無形當中就是很多 該做不該做的事情 雖然我們不太愛 但是有一點好像也是磨磨承受 但是就是會找機會 慢慢去突破 那在慢慢的 在公道表演點是 就102年 我那個時候就有想說 大概要慢慢去 比較退出服務的 就是服務的那個就變成半兼職 有一點半退休的味道 那個時候就去參加彩色業的一些活動 他在福尼館的女性 史料室就有蠻多的演講 課程 然後有一天看到說 有機車 有機車洗 那一年要去恆春兩天一夜 那我才 我就馬上說我要報名 那 其實先生不太同意 他說 你可以騎那麼遠嗎 那我就想說 那不然你陪我 其實彩色也希望先生可以陪 因為畢竟朋友他還沒有接觸說 但你的聲音上的朋友 到底要怎麼照顧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後來我先生就陪我一起去 我們那時候兩人騎一步 然後因為不太疏 隔年才開始 就開始各人各騎一步 車 那就是那個時候我也知道說 彩色已經騎一之前已經辦了兩次了 那我們後來就會利用時間 大家第一次騎就有一點詐欲 然後 三步五時就會說 要不要騎機車去哪裡玩 所以我們就會把他們前面兩次去美容 去山地門的一些神采武煞 然後有時候就會 就會糾團這樣子去騎 那事實上我 我的人其實也是很好奇 也有一點一些冒險 所以這之前 像出國去泰國 我會參加那個拖曳傘 對啊 也像這樣子 是他們要抱著我 他們也不太放心 就是要有一個教練陪 那我也曾經參加台北的鳥亦學的舞團 他都是肢體障礙 後來還有試戰 那有曾經在兩千人的時候去澳洲 那個時候剛好兩千人奧運 有去那個出國表演 那後來因為 因為我們表演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單腳 所以我心裡說 這樣不行 損耗太嚴重 這樣以後 提倒才會太要照顧可能 你知道了 所以後來我就沒有 大概參加三年 我就沒有再繼續參加了 那其實現在我自己也 另外參加的才是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很多事情 我們自己不敢做 就是要藉由團體的力量 可以壯黨 那慢慢的自己去學習 伸出自己的力量 所以最後 可以去規劃 整個環島的這個食材 那我現在就想做的 也跟麗玲說想 我想一個人去理事 可是總是還會去 有一些事情還是要不 畢竟自己一個人 還是會不太放心 然後我也曾經去 騎去台南去騎山路回來 騎那個省大 但是那一次我是私宿朋友家 所以說我覺得這樣的挑戰 好像還不夠 那就是我覺得 女人要自己一個行動 好像很難 這樣我出去 我弟弟我朋友都問說 欸 你們夫妻吵架是不是 為什麼自己去 其實因為通常 通常我們如果出去 我先生都陪我 那我就是會想說 兩個人出去真的有說 你想幹嘛 他要去不要 我覺得很愛守愛情 我就很想自己一個人去理想 那我覺得說 其實在很多的 這一些耶穌方家 其實只要我們 我們自己願意有意識化 其實都可以慢慢去做 那其實很重要的是 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事情它的發生 有時候不是我們能夠去控制 或者是不是有力量 可以去改變的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自己怎麼想 其實當我回頭看 有時候在每個事件的發生 我自己會有一個決定 我以後要幹嘛 我想做什麼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我們自己怎麼樣去看到 那件事情 我們自己有想要怎麼做 這個就會影響 到後面我們的 很多的一些 實現一些 一些我們的生活 那最後 我想祝大家有夢想 都能成真 就讓我一起展開翅膀 謝謝 謝謝 謝謝畢修 我發現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前面這樣四個故事 每一個都 憑著一口氣 就是什麼 不舒服 不管我是有任何的狀況跟障礙 但是我相信我自己 而且我覺得我是可以的 我覺得這樣的基本信念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看到 畢修 不舒人的那一口氣 讓他 53歲開始做自己 60歲開始騎機車 很有趣對不對 而且他還去拓展了新的生活 原來的職業退休 還可以去社補機構展開第二工作行程 另外我覺得他的故事裡面顯現的其實是自主決定 所以我們就自由了 雖然我們的身體 我們的其他的障礙 但是當你的心是自由的 他們都不能限制我 那我想四個 四個故事都告訴我們 什麼東西很重要 自信 自信 行動 利益 對不對 所以有夢想 我們就要做出來 那接下來 我們其實有一點點 距離 那我們是不是請四位 到前面 我們大概 剪差不多10分鐘的對話 大家想一下 你們聽的故事 聽故事不能白聽對不對 有沒有很感動 有 有沒有很想跟他們說什麼 我覺得他們用他們的生命故事 啟發我們 你們有沒有什麼 想要給他們一點回憶 或者是互相激勵 那接下來我們就看有沒有哪位夥伴 想要給他們任何一位 故事的回應 就是你聽得很感動 什麼東西你覺得對你有一些啟發 有一些激勵 誰要先說 誰要先說 你拿麥克風 對 對 來 我要回 聽得四位的分享 覺得很棒 主要是因為同為女性 尤其 尤其是看到家純 我們都被制約了 然後都在康架裡面 然後成為一個很乖很乖的小女人 可是這個對我們自己真的是不太公平 所以呢 今天尤其是看到麗雲 真的讓我很感動 雖我們日子都很好的 可是我們走不出去 所以我們真的要向你學習 謝謝 你們都很棒 你們都很棒 謝謝 謝謝主 他好感動 因為在聽故事 我就看到很多東西 其實是會被激發的 那我想每一個人 因為他們都用生命 在展現自己 所以才會展現影響力 那接下來哪位想要說話的 來來來 大家好 我姓陳叫財霞 我今天能夠來參加這個 我也是幫我報名的 那我剛才聽到這個 畢修阿傑 聽到的時候 因為我也是跟你們 我也是跟你們 我也是結職 我已經四十年了 那我 在這個結職以後的過程當中 你還要有一個老公幫你們說 我是 我是單打不斷 還在五兩桥子 我 我沒辦法跟他們說話 我只是說 看了你們這些 我感受到我自己 對不起 我 我沒辦法跟他們說話 因為我以前 以前結職以後 老公就 就 那我就幸福帶孩子 在這個過程中 當時那個時候 有賣那個 政府有發明那個 愛國獎券 我又 用 我爸爸買一個那個 手搖的車子 給我 給我 那到底曉得 替愛國獎金 所以說你 你給我幸福 你沒有老公 可以拍你 你 我不但要當爸爸 還要當媽媽 真的 真的是 我也是想說 能夠認識你 你是一個緣分 大家給他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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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 我們也許 可以多呼籲 社會對於 因為某些狀態 而 有一些障礙 我們其實要更多的理解 跟包容 那 而且我覺得 從小就應該培養 他們會 對我們 有障礙的人 其實要更友善 更尊重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需要的 好 還有誰呢 雪紅 他是我們 機車型裡面 年紀最大 沒有 還有一個 他趕快聲明 不是我 還有我們 我71 還有一個72 謝謝大家 被老師點名了 剛才 聽到各位 都是 用自己的生命 去挑戰 很多的不可能 但是我雖然 四肢完好 但是我的學歷不夠 我在這個當中 我也突破了 我自己的限制 我參加老師的那個 夢想行動 生命書寫 在一個 小學畢業的人 可以 把他用 自己的生命 三次的把他完成 而且人家還說 寫得不錯 所以 我也是用我自己 的不可能 去完成 其中 經過老師一次一次的 給我修正 所以我覺得 有夢最美 謝謝大家 我又記得 學環環面都開寫作班 他跑來跟我說 老師我想要上寫作班 我說歡迎 他說可是我沒有讀很多書 而我只有小學畢業 我說那你會不會寫字 他說會 我說那會寫字就好了 那你會不會想 會 我們就來試 所以 所以他每次我都花很多心思 跟他一起討論 幫他改討論 可是那時候我就很感動的 我只能看到一個人 他對於 他覺得 我自己 他跟我說 我的生命故事 我覺得很精彩 我一定要把它寫出來 看到那個決心 所以我就說 我們兩人一起合作 做這一件事 那我就很感動的是 他每次真的很認真寫 非常認真的寫 而且他還整理自己的生命故事 他很喜歡去看電影看戲 他每一個電影的那個 以前黃副社都會有一個本事 全部都收集起來 他很用心 所以我常常覺得 學歷它只是一張紙而已 可是如果你的心是夠大的 他不會讓我們的翅膀不見 那我們謝謝雪洪給他掌聲 好 我們這邊 麥克風小電視 謝謝 謝謝在座的講員 你們所說的讓我也很感動 因為有勇氣 有夢想 有勇氣 就有行動 這是非常棒的 那就想到夢想廣 那我也想到我跟我朋友 你們還有馬來西亞的朋友一起 我們在2015年 剛才在講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SOX 夢想起飛 為什麼是SOX 因為S是一個脊椎側彎 他是走路 但是他是脊椎側彎 他是有點雞胸 所以他是屬S 那我是O 因為為什麼 我是用倫理 倫理 所以是O 另外一個他是用拐杖 所以他拐杖可以打X 所以我們是用SOX 這樣子一個稱號 我們是夢想起飛 我們是在2015年 年代的時候 我們在台北相聚 相聚的時候 我們就想台灣這麼美 其實我開車環島很多次 只是馬來西亞的朋友們來 我們就再講三個 那走啊 所以我們就在那一年的 好像二月吧 過年呢 我們在1月1號 元朗相見 我們就在那一年的舊立年 我們就開車環島13天 那我們三個人就這樣規劃一下 去年我買了機車 那個改裝那個 我的是150的 因為我要帶我的那個 車頭輪椅 所以我買了150的 我去年跟我兩個朋友 陪我一起環島 我想問彩夜色 那要踩色一點 什麼時候要騎 什麼時候可以讓我參加 因為我很喜歡騎摩托環島 但是因為目前我手受傷了 所以我打了莫德納之後 我歸咎於我打莫德納 因為我原本手就有點不舒服 打了莫德納之後 我幾乎我的右手就廢掉 我最近才又開始可以移位 我跟莉穎是一樣 我是脊椎以下小兒麻痺 我十個月大也是跟她 差不多她剛才講 差不多都是我的經歷這樣 但是我的手 我雙手原本是比她還好 因為她雙手比較有點狀況 我比較是雙手是OK 但是這一次打莫德納之後 我的整個右手就廢掉 到現在開始再恢復了一點點 所以現在還可以拿麥克風 不然我以前 之前手是這樣子 所以我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女性們 我們彼此的支持彼此的鼓勵 也謝謝在座給我的提醒 謝謝 謝謝 很可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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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剛剛這個姐妹的分享 告訴我們 當我不再把我自己的障礙當障礙的時候 我可以笑看我自己的障礙 它就不再是障礙 有時候當我們看中自己 別人才會看中我們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精神 我們最後一位 你不說會死 你不說會死 OK 直接講 不好意思 大家好 因為在彩色夜的這個夢想行動的這個活動 其實因為我跟介老師還有一方 我們都是後援部隊 那跟著保姆車其實也走了 我走了八趟 就等於是只有最後一趟沒有跟去 只是沒有騎車而已 對 我們雖然沒有騎車 但是我們真的很辛苦 但是我不是在講我的辛苦 我其實要講的是說 其實一個活動 它在十年可以延續的一直執行 然後一直有新的夥伴加入 一直有人還在這個軌道上 在個列車上都沒有下車 那個原因是什麼 然後其實我一直覺得 每次我在看著車隊的那個恰威點有沒有 從白天到黑暗 然後我們都在拍照 然後看到路上的險境 或者是有一些比較美的畫面 其實我都很多感動 那今天在車上 紀元老師跟我說 我們停下來的時候 他說以前我們都會下車 我說對 我要下去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什麼 就是好像十年下來 大家都已經培養了很多可以自我決定 而且還可以照顧別人的能力 所以其實這一趟 我們都很安心的就交給騎士們 就沒有像以前 一一去問候 一一去關心 當然今天有跟我對到眼的 我都有說你還好嗎 身體可以嗎 就是那個關心我覺得還在 那我其實要講的是 除了我們每一個人都願意把夢想 行動出來 要想把夢做大 但是一個組織跟一個後勤的資源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心臟很強 是我們在做的那一年 其實我正好接理事長 其實也有很多很多的擔心 那我先生也陪著我們去做場刊 也跟著我們做了第一次 然後之後的每一次 我其實也很感謝怡方 還有我們建老師 其實我們都給彼此很大的信任跟支持 雖然有時候會有一些爭取 但是那個都是良善的 然後也看到這群姐妹們 其實在這樣的陪伴裡面 他們其實讓自己長成跟以前不一樣 甚至於是比他期待中的更美麗 更動人 更讓我們覺得佩服 所以其實我很喜歡拍大家的身影 就是那個穿著綠色外套 騎著機車那樣子的身影 我覺得對我來講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所以我今天在FB也講 每一個人都是一個故事 其實這個故事串起來就是 大家集體的突破自我自約 還有彩色業非常亮麗 而且非常貼心 而且非常女性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成就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有滿滿的感動跟感謝這樣 好 謝謝 謝謝媽媽 我想其實在... 我有個問題 請問一下 好 就說因為我們 我就聽了這麼多故事 我也很嚇往 然後我覺得這個彩色業對我來講 也是一個... 他這樣的也是我一個夢想 我也很想要去環島 那我們這外縣市的 我們可不可以參加 那如果要參加的話 要怎麼參加 要有什麼資格 這樣子 謝謝 我想其實在高雄 我們彩色業其實變成姐妹的核心 那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一起做很多的事 那我覺得其實屏東的夢想館 其實我們剛出社的時候 也是以這樣的價值 希望變成姐妹的第二個名價 我們彩色業也是這樣核心 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屏東的姐妹 也可以在我們夢想館裡面行程 像我們這些姐妹 後來他們就有小小的團體 我們另外...他們這一群 又另外組了一個叫瘋婆子俱樂部 每次都去做瘋婆子的事這樣 那想做什麼就去 那所以我其實是 剛剛娜娜的分享裡面 我也想到 我就覺得 也許我們也可以讓那個夢想館 出來扮演這樣的角色 然後把姐妹們匯集 那我們也一起共同習夢 那我們其實是可以 彩色業可以跟夢想館一起結合 因為我們本來是彩色業二十週年 我們想要重啟環島 那我們那本書 出版本來是規劃要在 帶著讀者環島民圈 那但是因為疫情 所以就緩下來 那也許明年復節的時候 也許我們可以一起來 就比如說我們 然後到了屏東跟屏東的姐妹 我們再一起騎出去 我覺得那也是一個可能 那也歡迎四個輪子 六個輪子 六個輪子 還有三個輪子 五個輪子 一起來參與 我覺得那個隊伍會非常的美麗 那也希望 我們其實是希望透過參與的過程裡面 那個姐妹請互相扶持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互相扶持的那一環 那我想這也是當年 我們副作其實成立夢想館的最初的原始初衷 那最後我們就請台上的四位分享者 每個人簡短的給我們做一點小結論 然後最後我們請子芸跟我們做最後的ending 我想大家對於夢想館的期待 他也會有一些想法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有創意的人 我想人的一生都不是那麼容易 那唯有自己相信自己 然後把人生的花球權拿在自己手上 然後往前走 只有你自己能夠阻礙自己 沒有任何等可以阻礙到我們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勇往自己往前走 我們常說 有願就會有利 所以說 大發揮我們自己的行動力 讓我們的夢想起彙 不管他是大還是小 對 原來是那一句話 我們的翅膀放開來 謝謝 我覺得我的座右銘就是 相信自己可以 自己是最棒的那一個 我們要充滿自信 去迎接任何挑戰 謝謝大家 謝謝 什麼都不用說 做就對了 容許我坐著好了 真的非常開心 那如果說真的要在這一次的活動裡面 其實建老師一直在 重溫我當時在做女性夢想館的這件事情 確實有夢最美 可是要有行動力去踏出一步去追夢 那其實身為女性 真的每個人 我相信男性也是啊 男性也有社會給他們的框架 也就每個這個社會會給每個人一個固定的框架 我們怎麼去突破這個框架 突破這個限制 選擇我們覺得要做的事情 選擇權要拿在我們自己的手中 那其他的限制就都不是限制了 那在這邊的話 其實謝謝紀元老師 那女性夢想館一直應該都沒有忘記自己成立的一個初衷 那也歡迎大家來關注我們女性夢想館的網頁 那我們如果說隨時夢想要起航 我們一定會透過我們的網頁告訴大家 我們準備要起航 歡迎大家的加入 謝謝 最後也不多說 女人要有什麼 夢想 夢想一定要 行動 我們大家一起來好嗎 加油 謝謝大家 標封女騎士 行動力